在沙田發生的交通意外 五輛車撞了一堆 當中包括電單車、小巴、的士和兩輛合貨車 其中一輛合貨車翻側躺在路中 司機和女乘客都受傷被困 要由消防員救出 而小巴上的女乘客也受傷 怕救護員包紮後送遠自離 一二三起 意外發生在凌晨十二點幾 這輛電單車沿著沙田路往大埔方向行駛 當駛到沙田第一城附近的時候 失控倒地 而美除駛到的四輛車收制不及 引致連環傷狀 小巴、貨車和的士上分別有四男一類受傷 年齡由十八至五十九歲 全部人送去沙田威爾斯出門醫院治理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鄭漢成報道